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玉祥、李中仁等 来到北京西山碧云子 热拜先总理孙中山 当时孙中山的灵灸中庭放在这里 蒋介石扶灵痛哭 几位将军也在一边戚然垂涂 蒋介石哭了一阵 站起来就说 现在全国军队偏远 有二百多万人 军费开支大于政府税收 现在战争结束 经费主要集中在国家建设 所以军队必须裁员 我的意见是 全军保留五十万人就够 身旁的几位将军听到之后 默言不语 心里暗暗杂麻掌介石 狡兔死、梁九胖 这几位将军 将军保留五十万人 掌介石指挥不了他们的军队 现在不乏成功 掌介石也立意要进行整篇 被法完成以后 在上海召开全国的经济会议 这些企业家、资本家、企业家 就提出来 这个国家应有这么多军队 这个税负太重 财政也不好 因此国家应该做上建设道路 所以希望政府能够实行裁军 偏显会议就在这种气氛之下 当蔣介石开始叫做木空一切 他就开始偏显了 偏显区的划分 引起很多集团军的不满 其中一个不满就是冯玉祥 因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的军力 都差不多四十几万人 你就将它改减低 减低到差不多 跟其他集团军差不多 冯玉祥心里当然非常不高兴 闫石山、李中仁 也对蔣介石的方案很抗拒 在这些军事强人的抵制之下 偏显工作很不顺利 同时不乏成功之后 国民党要处理政府组织 和主要官员任命问题 党内的各种势力 因而纷争跌起, 相持不下 蔣介石军政两头受阻 他极需要得到国民党里面 威望唇膏的人士出马之词 这个时候 出国考察七个月的国民党元老 胡汉民回到香港 成为国派势力争取的对象 胡汉民在党内很有号召力 但之前曾经因为廖仲可一案被牵连 遭到蔣介石的追缺 蔣介石对于和胡汉民合作 是不敢存有奢望 谁知道 胡汉民回到香港之后 就发表讲话 呼吁党内团结 并且认同蔣介石 偏显削凡的做法 那蔣介石听到之后 就起出望外 希望早日和他见面 对了 胡汉民在1905年 孙中山将庆祝会 改租同盟会的时候 加入了同盟会 之后一直追随和辅助孙中山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 胡汉民任孙中山的总统府 给书长 实际行使总理的职务 孙中山去世之后 胡汉民主持国民政府改选 但就输给汪精卫 起到汪氏 成为了国民政府主席 胡汉民从香港坐船到上海 码头上欢迎的人很多 蔣介石也派出他的代表前来 第二天 胡汉民在上海 蔣介石的住所和他会面 之后 胡汉民公开支持蔣介石 巩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作为 蔣介石也公开支持胡汉民 对汛政时期 政府体制的一系列建议 胡汉民建议的主旨 一是二党统一 以党分政 即是以国民党作为 国家和政府的领导核心 带领和训练全国人民 行使国家政权 而是孙中山提出的五权政制 即是立法、司法、行政、监察、 考试不圆制 什么是训政呢 因为在孙中山看来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是很多人是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 不懂得民主 按他说的就是叫 不知不觉 或者叫后知后觉 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由一些先知先觉的人 来帮助他们 这个先知先觉的人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国民党 孙中山早年曾经以为 推翻帝制 就可以进入以法治国的宪政旗 在和袁世凯的斗争失败之后 孙中山放弃了这种观点 他觉得由新海革命成功 到以法治国 必须经过三个阶段 即是军政、奋政和宪政阶段 军政旗以武力素除障外 为民国奠定基础 奋政旗以先知先觉者 训练民众 学习履行民主的能力 等待民众能够掌握这种能力 才可以进入牵政旗 1928年 首先宣布了一个叫 训政纲领 训政纲领 训政纲领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政权 国家政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叫政权 一个叫治权 政权就包括所谓 创制、选举、罢免、扶决 大概刺个四种权力 所谓治权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 也就是除了这个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 还增加了一个监察和考试 乌汉明就提出两个主张 一个就是要用这个国民党党员的代表大会 来代替国民会议 另外一个主张呢 一切权力集中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手上 这个主张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把党的领导机构 代替了国家机构 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通过了胡汉民的建议 胡汉民说党就是人民的保姆 那就叫蔣介石 不如就一党专政了 孙中山的原意 是由党引导民众去学习行使民主的权利 那现在变成是由党代替民众去行使民主的权利 胡汉民他可能希望通过掌握党权 能够控制或驾驭蒋介石的军权 那蒋介石这时候呢 他毕竟根基不是很稳定 还有很多人对他不服 所以他也希望能记住胡汉民 这个意识心态方面的掌控 希望能支持党权 能够稳固他的军事权利 胡汉民投途暴力 亦都为蒋介石编掀军队带做舆论 1929年1月 全国军队编掀会议在南京召开 但由于各方势力互不相让 会议达不到任何的结果 蒋介石不可以不借助非常手段 各个击破 由此印发两次掌柜战争和两次掌逢战争 蒋介石利用分化瓦解的手法 击败了李宗仁和白崇熙的贵系 又重挫了逢玉祥西北军的瘀器 各路将领开始感到唇亡齿寒 意识到联合起来反掌自保的需要 南方的张法辉 发表翁翁土掌宣言 奠请被掌牌制出国的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和胡汉民一样 是孙中山最信赖和最依赖的 国民党元末之一 党内都视他是孙中山 为之继承者的人为数不少 不满意蒋介石的势力 就希望借他的名气 来抗衡蒋介石 汪精卫一来到香港 就在月桂组织起六路土掌大军 各地军事势力纷纷响应 1930年3月 岩、冯、桂系57个高级将领通电反掌 推举岩石山成为全国陆军海军总司令 冯玉祥、张学良和李忠仁做副总司令 4月除了张学良之外 这三位军事领袖宣誓就任 并且结集重兵、元平汉线、龙海线 和津蒲线直壁南京 中原大战爆发 中原大战持续了几个月 双方在几条战线之上大打出手 互有胜负 就在两军司劳兵疲之際 张学良发出停战通电 并且带领数万东北军 潑入山海关 协助蒋介石平定了这场战事 11月4日 岩石山奉玉祥下野 张学良入主华北 并且收编了西北军的大埔 势力大增 蒋介石的独裁方式 在党内和国内都引起很大的反弹 著名学者胡适 就赞文批评一党专政的弊端 所以胡适写了 人权与粤法这篇文章 后来又接着写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写这个文章 胡适的观点代表一部分文人的观点 中原大战期间 岩石山奉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 国民党内反掌势力 西山派和改祖派 亦都在北京组织 国民党中央党部抗大会议 汪精卫被奉为抗大会议的领袖 1930年8月7日 由汪精卫主持的抗大会议 在北京华人堂举行 会议通过由汪精卫提案的 国民政府组织大纲 筹组北平国民政府 严石山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主理党务 由于国内党内反掌的独裁声音甚嚣尘上 汪精卫的理论 在党内也得到很大的附和 欲之后是如何 广告回来请看下一节 凌月分裂